不过这个黄王老师一直很在意 这个民主素养的问题 就是说到现在我们混来混去 立法院里头还是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像李军一讲这种话 一般人都会不同意 那民主素养的成长 其实在我常讲在人民身上 如果这样的人还能选得上 代表我们社会接受这样的东西 或者说至少有一堆选民 接受这种东西 如果民进党再用 骂马英九叫骂银告 然后还能够执政的话 代表台湾人民自己 要选择这样的政党 所以我觉得我常讲说 我去外面演讲常常讲说 我们不要骂政治人物很烂 其实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骂骂自己 要反攻自己 如果人民对这样的事情 很在乎的时候 他也不敢这样讲 譬如我常讲说 本省人跟外省人 其实我们在路上看不出来 美国的黑人跟白人 一看就看出来 可是美国黑白那么明显 都没有人敢公开讲说 白人选白人 黑人选黑人 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说 因为那个社会 如果你讲白人选白人 黑人选黑人 你就完蛋了 那是社会有这样的共识 所以当我们社会 能够允许李俊逸或者刚刚 刚慧文讲的一大堆的人 还能这样 还能够选上 代表我们这社会 还有进步的空间 真的 空间还蛮大的 伯佑商会不会担心 这样子的发言 会影响民进党的形象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比较了解李俊逸委员的 这个个人的风格 你会觉得说 这他过去讲话 就差不多这样 那这个刚刚几位先进有提到 我想必须讲就是说 这个很多坊间民间 在讲说漫人搞 但是说我觉得这基本上是 民间自己这样子讲 我相信大家从来没有听过 或者看过说 蔡英文主席讲说漫人搞 哪一天蔡英文也讲漫人搞 你也绝对没有听到说 说林佑昌讲说漫人搞 或者说苏家全秘书长 绝对没有 但是我觉得 你那说你们党比立院 那个层次高一点 我的意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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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会有这样的话出来 其实也要背后去想想说 为什么啦 就跟过去 其实我觉得蓝绿 这过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常常用这种言辞的 这种相互的这种 这个尖锋相对 过去阿扁在当总统的时候 其实同样啦 那君的朋友 或者说一些 那些看这个陈总统不爽的人 他一样他给他取不好听的错 同样无 同样无 所以我感觉 这个东西 咕笑意无味啦 我觉得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基本上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都不乐见啦 不乐见说 你们会不会规劝一下 李委员不要在立法院里头 因为他是一个立法委员 他在立法院里头的记者会 后面还写着民进党团 是个大字 你会不会规券哪 之前 之前国民党的立委也是一样嘛 那我想是说这样的发言 毕竟如果 就是说大家普遍不会觉得说 是一个正面的 正向的一个发言 刚刚已经提过了啦 他都没有讲话 他不会 蔡英文不会 蔡英文也不会嘛 对不对 苏家前也不会嘛 李俊逸不会伤害国民立党 李俊逸就是较没水準嘛 就是这样嘛 不过这个讲法我不是很同意 你不能说因为国民党曾经有过 有人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一样 孤秋毕无味 不行啊 不能说因为以前犯的错 所以我也可以犯的 不行 错就是错 所以要就事论事嘛 你如果今天国民党 有哪一个人做的事情 你就说他这样不对嘛 你现在有要说 这样不对才对 不能说以前国民党也这样子 以前国民党有人贪污 所以阿伯就可以贪污 是这样子吗 两个错不会变成一个对 两个错不会变成一个对 这是逻辑上很简单的道理耶 不可以说以前国民党也有这样 所以我这样子无所谓 民进党的支持者很多是以这种方式来讲马英九 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应该耶 就是说今天这个总统做的好或不好 你可以批评 你可以这样来选他或不选他 但你做这种人生公益对台湾的民主 你对他不同意对他不满 你可以讲理 你不能用人生公益或羞辱的方式吗 这社会要进步就是要这样子嘛 所以我自己虽然是国民党党员 国民党党员做错事我照骂啊 我觉得应该这样才对嘛 不然我们希望在哪里对不对 不 层次已经不是一般民众 他是一个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里头耶 这个这种事情 我就不会问尤卿的态度是什么 尤卿是要选民进党党主席 等你选上海再来跟你追究这个 那当然是要问蔡英文说 那蔡英文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是党主席啊 蔡英文请问你 4月25号要跟谁辩论 你是要跟人辩论吗 他跟你的立委啊 民进党才33个立委 一个李俊逸耶 你本来是要提名他选台南县长的 然后呢 然后想说狗不要学马教 那4月25号就不要辩论了 就签一只狗跟一匹马来 然后你们去辩论好了 搞什么鬼啊 那看看林又昌刚讲的话 就不能得罪立委啊 党中央敢得罪立委啊 党旁边啊还党中央呢 党在中央干什么 党旁边好了 这是蔡启邦的名言啊 党旁边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蔡启邦说 我儿子这边要穿起一碗 你都叫党中央去党旁边了 你儿子现在又要选市议员 柯建民说 可把民进党早说清单只有一项啊 叫马英九下台 那干嘛辩论 那就马英九说 辩论当天说我下台了 不要变了 反正早说清单只有一项 我下台可以了吧 不是说等我下台了 不是不是就是我下台了 我当天辞职总可以了吧 不要变了嘛 你早说清单只有一项 那我怎么办呢 这种政党 跟你说我还要这张 很奇怪 你的标准可不可以 如果照林又昌刚的逻辑 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 他通通不用道歉啊 反正国民党一样啊 他们也有 也要想想看背后什么原因啊 背后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英九 那个九可以念成告 就是什么原因 马英九做得很烂 做得很烂你可以批评他嘛 那你干嘛骂人家是狗呢 你说马英九你为什么二十几% 这样有人身攻击吗 没有啊 你民调真的二十几% 你就是论是说 马英九你哪边做得不好 633跳票 然后什么该捡的税 不该捡的一直捡啊 什么健保要长掉什么 你讲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啊 好那我民进党 我有什么替代方案 我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什么什么 你不讲这个啊 就狗不要学马教 我特别质疑这个李俊逸委员 马英九什么时候 自比他是台湾的欧巴马 请你把人事实例物给我讲出来 不然你马上退出政坛 我推出政坛 马英九怎么会讲说 我是台湾的欧巴马 他有这么不要脸吗 马英九什么时候讲过说 我是台湾的欧巴马 自比是台湾的欧巴马 李俊逸讲得出来吗 李俊逸愿意接受简单 当然不愿意啊 因为整个洞都同样 整个洞都这个行 做到立委的时间就 就像生了三到六天 立委没这么大 李俊逸不会一辈子干立法委员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怎么可能一辈子干立法委员 可是蔡英文呢 蔡英文的价值是什么 蔡英文说 现在就是五都为重啊 这个台南都也还没协调出来 李俊逸也是五个候选人之一啊 那就算了当作不晓得啊 你看到蔡奇昌林又昌这些 这些民进党发言人是什么 选择性的嘛 马英九做错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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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这件事情吗 这件事情吗 先针对这件事情好了 这件事情吗 图景者乃大乃小不用讲啦 乃大乃小就过了 我想其实都可以这样讲啦 那我觉得就是说 刚刚其实几位先进讲的也都没有错 这台湾的政治说要进步 大家要做一个打招 那我觉得李俊逸这个委员的这个发言 我只能讲说 大家不一定会喜欢 但是你说今天民进党甘情媒 跳出来要批评 这台 不是这台啦 就是说这个发言不适当 至少要表个态度 说这个发言不适当 可是到目前为止 上个礼拜到现在 民进党没有这个态度 说这个发言不适当 是不是这台湾 就把这台湾都放下来